我們現在來介紹的是牛頓求根法 要了解牛頓求根法的意義的話 就要從圖形上面來解釋 會比較清楚 假設這是一個函數 y等於f of x 那麼我們要知道它的根 就是f of x等於0的根 就是跟這個x軸 這個焦點 這個的點的坐標 就是我們這個f of x等於0的根 那麼我們是要怎麼樣去算這個根呢 有的時候根是非常難找的 那麼牛頓求根法的想法是這樣子的 它要利用微分的切線的方式 假設這個地方這個點 它找了一個初始點 假設這個始點叫做x0的話 那麼我們把它對到上面去 這個的坐標 同學應該可以看非常明顯 這是x0 f of x0 那麼牛頓的話是怎麼想的呢 它是要利用切線的方式的話來逼近 我們把它的切線找出來 切線的話到這個點 這個點的話叫做x1 現在我們怎麼求x1呢 先把這個切線的方程式先列出來 首先我要知道的話 這個地方的切線方程式是 來 這個切線的方程式 先把它的切線斜率先找出來 切線斜率是 m是多少 f prime x0 所以根據點斜式 y減掉 y0 等於f prime x 乘上刮弧 x減掉 x0 現在我們要找的是這個x1的點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要令y等於0 y等於0 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這個x就是x1 所以x1就可以把它寫成 移過來 所以是x0 減掉f prime x0 f of x0 我們由的x0開始就會往x1這邊靠 那麼我們再繼續做下去 來再把它再找到這個點 所以往上的話找到點了以後 這個的坐標又是x1 f of x1 那麼繼續再做下去 再做它的切線 這個叫做x2 好這個坐標 我們看一下 來我們找出來了 現在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得到了一個 遞回的公式 後面那個點 是等於前面那個點 減掉為分 前面那個點的為分分支 前面那個點 帶這個數字進去的 函數帶進去的這個式子 這就是我們牛頓求根法的公式 那麼我們用一個幾何的解釋 那麼各位同學的話呢 就會很明顯的知道 是怎麼樣得出來的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個 利用牛頓求根法 來求一個這個是五里數 它的近似值是多少 6的立方根 那麼我們要怎麼樣 利用牛頓求根法來算 比較簡單呢 我們的話呢 可以這樣想 這個函數叫做什麼 這個函數 好我們假設是gx的話 這個函數應該是x3-6 它的根了 那麼我要告訴各位同學的話呢 牛頓求根法其實並不是一般來說啦 並不是要拿來用算的 它是一個一種演算法 它要寫成一個scheme的一個遞回的方式 是用利用電腦來算的 那麼我們就列一個簡單的一個 我常用最喜歡用的Maple Maple Code 來給各位同學看一下 我們的話呢 如果說是碰到了Maple的話呢 我們這個地方要怎麼樣去設呢 我們這個的話呢 簡單的說 我們就打一個g2點 等於x一橫 然後再加上一個大禹 它就會變成箭頭 這個地方是x的三次方 這邊的話呢 打x三次方-6 這邊分號 打完了以後的話呢 我們要設定一個函數 函數的話呢 這樣子 這邊的話打一個Enter以後 它就會出現了這個 這邊的話呢 我們寫好 我們寫Newton好了 Newton的話呢 是怎麼定義的呢 是x對應到哪裡 對應到 x減掉 上面是上面的話呢 是函數 所以這邊是gx 然後斜線除以它的微分 dgx 再最後一步就可以算出來了 我們現在要執行的是地回的 對地回的一個公式 這邊的話呢 這邊的話呢 就直接的話呢 打牛等 這個符號 這個小老鼠的這個符號的話呢 兩個小老鼠 它是要我們執行的是地回的工作 這個地方的話呢 指的是看要幾就是幾 這邊是初始點 我們的話呢 假設這個初始點 我們用的是2好了 這邊的話呢 打一個2.0 記得要打2.0 如果不打 你只有打2的話呢 它可能就是直接把它寫成分數的形式 因為我想要算近似值 好我們看一下 假設0的時候 來我們看看它的結果 如果x0是2的時候 我們這邊打0 它就會出來就會2 我打1的時候 這邊寫1 它就會出現1.833333 如果我這邊的話呢 打的是2 就出現這個 我們打100 它就會等於說是 一直不斷的算 算了100次 那各位同學看到我們這邊 這邊到了第4個跟第5個 已經沒有再變動了 這邊已經準確到了小數點下 123456789 小數點第9位都已經沒有再變動了 那麼我們就應該要停止計算了 當然我們的話呢 我也去算過了 算到1000 數字還是一樣的 前面這個地方也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必須要知道 牛頓求根法的話呢 它其實這個遞回公式 不是用手算 因為手算的話呢 這個地方當然是沒有辦法去 我們的計算上來說 沒那麼方便 那原則上 把它放成一個 電腦的一個遞回公式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一個算法 我們應該要去看 我們應該要去看看